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比如按下這個按鈕 這邊全部都自動產生了 有沒有 這個就VBA 你會發現這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就把底下的這些全部完成 那備錄的程式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講義裡面放的 我們講義的第幾頁 其實就是我們在講義裡面的這一堆東西 就是在第33頁的地方 就是這一端 這一段程式如果你需要的話 其實在雲端上面也有 在哪邊呢 在底下 在雲端的白板上面的第5頁 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制定函數 什麼叫制定函數 就是說在ESAR裡面沒有這個函數 我可以把它變出來 然後怎麼變出來 程式已經寫好了 如果說你要把它執行的話 我大概弄一下效果給各位看 比如這邊我一樣 Ctrl、Shift、向下 把它選 把它delete掉 那如果我要增加一個函數 最好是在ESAR裡面有這個函數 可以直接我給它一個地址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那個 入接到的結果取出來 入或接到的函數 有沒有這個函數 當然預設是沒有 可是你可以怎麼樣 寫完之後VBA 這邊有個使用者定義 就會多一個叫入接到函數 按確定 那你只要給它一個地址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入接到的結果取出來 OK 那這個有點像量身定做 本來沒有 但是可以寫出來 那不過這個背後都是需要 透過用VBA來做撰寫 OK 那因為 順便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延伸性其實還蠻大 為什麼你工作裡面 如果很多東西都已經有寫好的 這個程式 那你就可以減少很多麻煩 只要什麼 丟一個地址給它 它自動幫你完成 那背後的程式 就在我們的講義的第一下一頁 這個34頁 其實概念很簡單 當然你可能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能還是要先開啟那個所謂的開發人員 預設是不會出現 你可能要把它打開 那裡面就有個Visual Basic 那當然程式的話 就直接可以把它 放到這個你的模組裡面 它就會可以讓你有這個功能 不過細節我想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 就帶到一下 讓各位知道 後面有延伸的東西 可以繼續再了解 如果你要在工作上 能夠更加的提高效率的話 這個是一個還蠻棒的東西 那最後呢 如果我要在統計做交叉分析的話 剛剛好像還有個地方還沒講完 在29頁 29頁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交叉 比對分析 包含什麼呢 哪一區的 這個 失竊的時間 那底下有一個圖 這個圖部分的話 其實它還蠻特別的說 它雖然是一個直條圖 可是直條圖裡面 卻有那個像圓形圖一樣的 這個比例 所以有點像 複合型的圖 那這個圖 該怎麼做 首先當然 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 書籠分析 部分分析 要怎麼分析 第一個 一樣 插入一個什麼 書籠分析表 範圍確定OK 第二個 請你把什麼 把區的部分拖拉到列 把發生的日期 發生的時段 發生時段放在藍標籤 然後把什麼呢 把哪一區的區的部分 一樣拖拉到直的部分 那意思就是哪個時段 那一區發生的總數 幫我加總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交叉分析 什麼時段 在哪一區發生的數量 只是說 如果你現在 假如說 直接看這樣的一個表 你會發現 這樣根本沒辦法看出 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讓這個地方 可躍度性高一些的話 那我可以 再插入一個 書籠分析圖 那圖的部分 要哪一個呢 如果我要用圓形圖的話 它只能針對 某一區 有沒有 某一區的時候 但如果說我每一區 每一區 我都知道 想要知道 每一區的比例的話 這個時候 請你運用另外一個圖 什麼圖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直條圖的 在 第幾個 應該在 在這裡 在第三個 直條圖的第三個 叫 百分比 堆疊 直條圖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是直條圖 沒錯 但是呢 你又希望 顯示 每一區 發生的 每一區 每一區 每個時間 發生切到的比例的話 那其實 你可以選擇 這個 堆疊 這個叫 百分比 堆疊 直條圖 那你按 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按照 每一區 的 這個切到 發生的時間 的比例 幫你做成直條的 那差別就是說 如果你是單一區的話 你可以畫一個圓形圖 但是你是多區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拉長 那實際上 那個概念跟那個 圓形圖 概念還蠻像的 只是說 它是一個長條的狀態而已 OK 有沒有 每一區 發生切到的時間 哪一個多哪個少 那其實就會用 那個 不同的顏色顯示出來 那當然 多的 會比較 這個 這個比例上面 其實會看得出來 所以 這個 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呈現 或者是另外 如果你要強調的 不是說 只有比例 像這個是比較強調比例 如果說 你要強調是 每一區的 除了比例之外 還能夠顯示出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數量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試試看 用堆疊值條圖 堆疊值條圖 跟那個 百分比堆疊值條圖 是什麼 堆疊值條圖 比較強調是 它的 數量 跟它的比例 都可以同時顯示 所以按確定 你會看 有沒有 它又可以顯示出 哪一區 有沒有 每一區 像40區 像中山區好了 它除了說 有數量之外 它又可以顯示出 它這一區的 每一個時段 的發生的多數 所以 兩者當然效果 會不太一樣 你可能要針對 你要呈現的這個效果 去選取 比較恰當的這種 這種 這種 這個圖 去 圖表 去呈現 所以這邊的話 我主要是利用 資料圖裡面 你可以試試看 用那個 百分比堆疊值條圖 跟這個 堆疊值條圖 試試看 這個的 差異 然後 呈現出來的效果 哪一個 比較適合你要表現的 這個 這個 資料 OK 所以這個部分 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就是 百分比 按確定 這個 OK 那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大概就先 在這邊先打住 先把這一題 先倒個Ending 那待會的話請各位 這一題的話 就先把它存檔 那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因為它原來檔案 好像是CSV 所以你記得 你檔案存檔的時候 記得再把它 另存成新檔 存成什麼 Excel的活躍布 OK 不然的話 你如果再存CSV 你的資料 剛剛做的東西 都會消失 因為CSV裡面 不能儲存 像剛剛的 樞紐分析表 跟它的樞紐分析圖 可能要另存新檔 存成那個 Excel的活躍布 好 那這部分呢 請各位再試試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 往下看 我們可能要看 找到那個叫 通訊產品統計 這個範例檔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單元